大家好我是Daniel 大家好我是Alvin 那今天我們會回顧一下我們2021喜歡的一些器材 以及我們對於2022一些未來的相機鏡頭的一些趨勢的預測 對那有可能很準也有可能不準 那純粹是我們使用上面的一些想法 那如果廠商看到我們這支影片呢 也希望可以如期的就是可以出我們想像中的規格 那我們就會非常的感謝你 我們先來聊一下我們2021最喜歡的器材好了 好那你先講 我先講我2021最喜歡的器材 只能選兩個 只能選兩個的話 那我先說一個 我覺得這個東西非常的重要 就是V掛電池 V掛電池 2021V掛電池 V掛已經是這麼久之前的 但是呢今年2021年喔 各家廠商都推出比較小顆的V掛電池 是2021才推的嗎 我不知道2021變得非常熱門喔 很多廠商都出了特別小 因為在 我以為你那顆很久之前就買了 那一顆其實是我2021年的時候買的 因為這個時候很多家廠商都在出小型的方塊的攝影機 那那些相機它其實沒有很搭一台 攝影機沒有很搭一台 所以說它後面掛一顆小顆V掛剛剛好 像KOMODO啦 像Z CAN它後面都很適合掛一顆小顆的 所以很多廠商為了配重 它就出比較小顆的V掛 那我就覺得說我把所有的970全部都淘汰 全部都換成V掛 然後我們燈也插V掛 相機插V掛 就是有一個99小顆的 就大概跟手機 大概只有手機一半這麼大 但是厚度大概是這樣 然後又滿便宜的 然後電壓電量也都很足夠 可是我覺得它大概就是 它不到970的兩倍 我覺得大概970乘以1.5左右的感覺 可是它在充電然後還有一些實用性 比970要好一點 我覺得它充電 如果你有雙充的話 你就可以充很快 然後有一些 也可以充手機 它有USB 然後你有很多器材 如果可以接假電池啊 你有一些D-CAP的設備 那你都吃V掛的這種接口 我覺得都滿方便的這樣子 那第二個 還是我先講我的第一個 好你先講你第一個 真的很難選 因為2021疫情的關係 其實我們測試了滿多的器材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 要講測試過還是沒有買過 還是沒有買可以講嗎 你要用過 用過都可以講 要用過 對 我覺得應該是愛圖示出的60的燈 對 它的60X跟60D 那我個人最喜歡60X 對 因為它可以變色溫 然後它又可以聚光 對 對 這等於是你又可以聚光 又可以變色溫 然後加上 它 好像它的光筒是同時間嗎 好像只差 差一段時間吧 就是它的光筒同時也出了 所以就是很小巧 而且重點是 它也可以上V掛 對 像我們現在後面打的這個燈 我們就是直接插電池 就不用插 也不用接線 也不用怕被絆倒 對 又可以變色溫 然後你又可以裝GoGo片 又可以像打出很多種效果 然後你又可以去夾燈 我覺得很方便 對 像我們拍攝的時候 它體積很小 對 體積很小 所以說 在一些室內的情況 然後你要打一些像鏡頭要衝光 然後要拍一些漂亮的鏡頭的時候 就非常方便 尤其是像60D 我之前有看到你有一場是萬好的 在走廊上 對 它直接其實就可以打出 有一點點逆光 它雖然沒有很誇張 但是因為 它可以縮 它可以比較距 所以它可以 勉勉強強有一點逆光的效果 我覺得對於小型的工作室 或者是比較激動 像我們拍婚禮的時候 我覺得那是蠻好用的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重量很輕 所以說有一些 比較瘦弱的射注 或是女生的攝影師 就很適合 而且你就直接放在攝影包裡面 對 你就不用再帶一個燈包 如果 如果就是再狂一點的話 你可能連所有線都不用帶 你就是V掛 然後一盞燈 然後就出去了 像我現在出門 我線都不帶 我就帶V掛 然後跟燈 就這樣出門 然後什麼也不帶 對 就是因為我們下半年 就是被Alvin 一直念一直念 所以我們現在工作室 是電池的財富資料 我們買超多V掛電池 所以出去就是一直插一直插 就不用插電 就是爽 今年用到第二個 也是非常喜歡的攝影器材 就是 也是愛圖式的產品 但是 就是愛圖式業配嗎 對我不知道 就這麼剛好 但是艾蒙拉的P60C 就是它的平板 然後可以變 可變色溫 然後又可以變色相 那個RGBWW那一顆 那我覺得它售價非常便宜 一萬以內 就買得到 然後它亮度又很夠 然後最重要的是它的色溫 跟它的色相 都表現得非常好 然後處理又很強 我覺得這個東西 根本就是小的P300 根本就是窮人的P300 我覺得真的是很佛心 不知道為什麼愛圖式會出這種產品 而且它的套件也出很多 對 什麼網格也給你啦 然後柔光照也給你啦 對 然後可以弄得很小 對 然後在我們今天上這支影片的時候 它還出了一條線 就是它可以接V掛 又是V掛電池 對 又可以接V掛 就是原本它只能插970 但是它今天出了一條線 它可以直接又可以插V掛 對 我覺得好像現在這個市場上 越來越能夠接受這種V掛電池 越來越固執 我覺得很像你講的 有出小顆的 對 它原本在比較高端的一些拍片的現場 然後下放到現在很多入門的攝影師都會使用這樣 我覺得這 是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是變小顆啦 因為不然以前一顆大概要這麼大 像磚塊一樣 不會想帶出去 又大又重然後又貴 對 再一個 我 我覺得第二個很難選 就是第二個我覺得是有關於鏡頭 對 像我們這陣子是有做過像CP3 也有做過像斯瑞的鏡頭 對 那這兩顆鏡頭其實都是針對電影 電影規格他們就所謂的電影機 電影機在使用的鏡頭 對 那CP3是讓我感受到 就是那個純淨乾淨 以及還原真實色彩那樣子的感覺 對 然後我會覺得說 哇 就是原來 它雖然不是說非常頂規的電影鏡頭 但是至少是我現在目前使用過最棒的電影鏡頭 對 那另外一顆鏡頭就是 我可以再講一個鏡頭 講講講 就是我覺得斯瑞的那顆50 我也是非常喜歡 那個寬景拍 拍車子啊拍風景啊 我真的覺得很棒 對 你會覺得這好像是你在電影裡面看過的場景 然後是那樣子的壓縮筆 那樣子的寬廣的那種視野 對 所以這兩顆鏡頭真的是 斯瑞是比較好入手 但是CP3真的太貴了 對 當然CP3它的確它的一些 它的一些表現 有調過色的 對的確是 滿特別的 我簡單講好了 鏡頭這個東西它其實不外乎我們要測的話 就是測它的炫光 然後它的一些變形 還有一些色散 那基本上呢 變形基本上 鏡頭一定會有 只是它變形的好不好看 那炫光這件事情在電影鏡頭上面就是它 有炫光 但是它炫光起來 是不是漂亮的 炫光是指藥光嗎 對 藥光 它的逆光打開是不是漂亮 其實CP3拍不出逆光耶 對 它其實它 蔡絲它的肚膜就做得非常 對 做得太好 所以你沒有逆光可以拍 你其實要打出逆光 那光要很強 然後要找一些角度才打得到 對 那 再來 我覺得它最特別一點是它的 散景 非常漂亮 它的 從有焦到後面的散景的這個過度 它那個不會說 你就突然變成很散 對 然後它那個過度的那個融合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厲害 就是在對焦的過程 你也可以享受 就是這個對焦 你不會想說 我要很快對焦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你是滿享受 這顆鏡頭帶給你的 每一個 每一個對焦的過程裡面 那種美的呈現 當然它就 就是入手 就比較困難 因為它 手動投嘛 然後又比較重 等於是你要上追焦族 然後你要上MO 然後你要上成家系統 對 你才有辦法真正好好的使用這個鏡頭 對 以婚禮來說有點困難 對 可是如果是 我們拍一些MV啊 微電影啊 我真的覺得 如果有錢的話 對 那一刻好像要20 差不多 十幾到20 好像十幾 20 十幾二十 十五 對 十五而已 對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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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台A1而已 好 那我們 接下來 我們來聊一下 你覺得2021年 最有誠意 的廠商 就是你覺得 這個規格實在是太厲害 CP值 不是說CP值 就是這個規格真的很頂很頂 而且很不錯 我覺得是Z9 Z9 Z9 嗯 那Z9沒用過 沒用過 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無機之談 隨便談談 隨便看看 好我只看到一個很誇張的規格 8K 弱 對 8K這個東西 其實 8K 其實擬控被壓在地板上已經好幾年了 對 按在地上摩擦 一直在錄影市場都看不太到擬控這個東西 其實有一個 我知道有個團隊是 全部都是用Nikon的 對 但是真的蠻稀有的 嗯 但其實Nikon 我在最早期 一開始學錄影的時候 我有用Nikon拍片過 哦是 哦因為你之前用它拍照 對我以前用它拍照 然後也 它剛好有錄影功能 所以說我就有拿來錄影過 但是它的色彩 科學 我一直抓的不是太 有點髒髒的 也不是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髒髒的 就是我不太會用 嗯 它現在又推出了一個N-LOG N-LOG N-LOG這個東西就是 畢竟它沒有電影機的市場 對 所以它沒有辦法 它沒有這個產品線 對它沒有被 太嚴謹的工業 呃使用過 這個N-LOG這個東西 到底是怎麼樣 對所以我也不知道 到底N-LOG拍起來是怎麼樣 但是就是人家也有一個N-LOG 那動態範圍也聽說也很厲害 是四檔這樣子 那Z9 目前是8K30個 Z9來看一下 我們只是講錄影規格 對啊 因為拍照我們不懂 只是 Z9它 你也知道Z6 Z7的二代的時候 他們其實有一些錄影規格 就已經蠻不錯 自動對焦也蠻好的 也是有防手震 那到了 Z6-2 Z7-2的時候 都有4K60個 然後 眼控 人眼的辨識啊 什麼的自動對焦都很好 它的4K也有到120個 對 那現在到了Z9 4K120個 再來 8K 8K 30個 聽說 未來會更新到8K60個的內陸 對 好像還沒有更新 對 那聽說 也不是說聽說啦 這個規格已經是非常猛爆 非常變態了 而且是2021年10月推出 對 也是去年 現在是2022年了嘛 去年推出的一個非常 也算是 嚇到 嚇壞整個市場 真的是嚇壞 對 Zony跟Canon都嚇一跳 然後 Panasonic還躲在家裡 通常Panasonic它 它都會出一個規格的連追 可是今年很反常 今年Panasonic 就是 去年啊 2021就是S5嘛 對 因為通常 Panasonic都會出一個 很屌的規格 然後大家一直追 一直追 而且這個追是追好幾年 可是現在突然好像換成是Nicone 對 出了一個8K之後 哇 2021年10月 那個時候好像只有它 對不對 就其實你 不包含說我們前幾天 發表的R5系的話 應該是 它其實也囂張了三個月 其實也只有三個月 對 其實你 你有點不太知道 相機現在規格端到這個地步 那端出來的規格到這個地步 你不知道其他廠商 會怎麼樣回應 其實我覺得跟奧運有點關係 對 因為那時候奧運就是講說 它是要8K的轉播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 每一家的廠商都開始 往8K去邁進 但是因為 因為原本的奧運是在2020嘛 所以理論上 今年2022 以他們的長期週期性來說的話 理論上我覺得2022應該是 要一個8K滿普及的狀態 但是因為奧運的延期 變成到2021 一個疫情的干擾 對 所以變成是說 原本2022應該是 8K綻放的時代 我猜測啊 因為兩年後 對啊 可是現在變成2021 大家才開始推8K 所以2022可能還不會普及 可能要2023 我真的覺得2021年 這間廠商 雖然它比較小眾 但是我覺得它真的 幹了很多別家大廠 不敢做的事情 就是BMPCC 它出的BMPCC 6K Pro 它在大概售價8萬塊左右的台幣 它有內置ND 它給你12bit的B-Roll 然後翻轉螢幕 那個翻轉螢幕大概 跟你的手機螢幕一樣大 Urban很喜歡ND 所以它只要有ND 就覺得像 對 我覺得你在8萬塊的 8萬塊錢 8萬塊錢以內的這個售價 你可以買到內置ND 翻轉螢幕 然後還有內路RO 我覺得已經是非常誇張的東西 然後重點是 它是6K 60格 雖然它是Super 35的感光眼鏡 但是其實 它的顏色跟它的 畫面的表現真的非常厲害 然後 其實我覺得 比較可惜的就是啦 它很耗電 它還是用Canon那個 它現在換成是 它現在換成是 它換成是 F550 Sony那一顆 Sony那一顆 比較小的 但我覺得現在的市場 被自動對焦 拉的規格非常的高 所以說你沒有自動對焦的相機 其實現在有點推不太動 對 其實我覺得不會 因為主要是因為我們是拍 婚禮紀錄比較多 所以我們會覺得 好像自動對焦會蠻重要的 可是對很多拍片者來說 沒有自動對焦很正常 對 可是他們用過之後 覺得自動對焦很香 對 自動對焦這個東西就是 就跟毒品一樣 對 你不用你就放在那邊 可是我要用的時候 你卻沒有了 你就會覺得 你可以有 然後我要用你隨時有 那我沒有的時候 我就上追焦組 我也可以用 對 自動對焦香 是 但我覺得 Blame Magic這一家長 他的確是 野心很足夠 像 他一隻野心都很大 對他其實 另外 可是BMPCC有個問題 他常常出一出 然後就 就是價格砍半了 你就覺得很乾 他最好笑的事情 就是他12K 12K 出了大概三個月還是半年 然後價格砍半了 對 不知道是賣不動還是真的 而且他們第一代 通常都有點問題 對 所以如果他剛出 一開始 就是盡量不要當白老鼠 可以過一段時間再買 對 我們來講一下 2022年最期待 廠商可以推出 什麼樣的功能 講到功能 功能 功能就是指相機類的 對 那當然就是 去年有一間 鎖日天 Sony 出了一個美肌功能 美肌功能 當然是要美肌功能 沒有沒有開玩笑的 對 不過我覺得想要有瘦臉 真的 對 就是可以像手機APP 我們可以下載 然後就可以 瘦臉 上妝 因為其實現在直播 然後跟拍一些要直出的紀錄片 很多 對 所以可以美肌 這已經超猛了 他可以三級 他有三級美肌 如果又可以瘦臉 那真的 可以瘦臉 我覺得瘦臉是關鍵 對 因為現在大家都活在美肌的世界裡面 對 如果可以瘦臉的話 那我們可能快就沒飯吃了 就不用找角度啦 就是正正拍 就很厲害 是 也不用分到左臉好看 右臉好看 他每一臉都好看 好像是這樣 對 好來來說說比較認真的功能 這剛剛很認真的 各位廠商有聽到的話 就是瘦臉功能 對 美肌接下來就是瘦臉 對就是你可以不用給我們4K 1080就可以 先從臉開始 對 如果再厲害一點就是瘦身 沒有我覺得臉就夠了 好臉就夠 臉就夠了 身體可以用拉的 OK 要不要說說別的功能 還有什麼 別的功能喔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8K60一定會普及 對 我覺得下一個世代 因為你看到R5C開第一槍嘛 Z9又開了嘛 對啊 那你Sony 不可能不開這一槍 對 那以PanaSony來說 他通常規格都是走在前面的 嗯 所以我覺得 你覺得PanaSony 他會丟8K什麼 好因為我自己是 對 因為他PanaSony用手 對 我覺得他一定 會做個8K的東西 嗯 但會不會到60個 我不知道 因為 呃 他通常他的處理器 跟剛剛那間 都是跟別人拿的 自己沒有做到那麼好 所以他之前 處理器就有一點問題 他讀得不夠快 所以說他的8K60個 做不做得到 我是不知道 我覺得他可能感光元件小一點 用四分之三 他可能是用 他可能會 他可以用 呃 降材還是用像素合併 我不太知道他會怎麼樣 但是 我反而覺得他會出一個6K60 或是6K120 之類的這種東西 嗯 GH6 GH6 是8K太困難 6K他們可能可以做一點 做一點 可是他通常規格都是超過人家 但現在每一家廠商都是矛起來 拚8K 對拚8K 或者是 就是 跟你 跟你全家火力都拿出來拚的 這樣其實 因為PanaSony也成績了一年對不對 2021只出了 只出了一台了 其實PanaSony 我們也是蠻問號的 他出了很多很奇妙的機器 BGH1 BS1H 他把相機弄成跟方塊一樣 那這個我們就不談了 因為我也 就是沒有人看得懂他在幹嘛 那說不定他會 再搞一些方塊機的改良版 因為其實 出個把手 對 出個可以外插式的SSD 之類的 因為他 因為現在對 市場上蠻多那種方塊機的 我不太確定 因為ZCAN好像也不見了對不對 ZCAN因為Sony賣太好了 然後ZCAN直接消失了 好像沒聽那個消息 對市場沒有人在講 ZCAN這個東西 那你本來想買ZCAN 我原本是蠻想買ZCAN 但是就是 4K120個這個東西 變得沒有那麼困難 那之前ZCAN 它比較在講的就是 它有4K120個 對 但目前4K120個變得是 幾乎每一家廠三個旗艦都有了 原本是A7S3才有 對 對 那我覺得Panasonic它其實 我個人的猜測 先講GH6好了 GH6它其實大家就在講5.7K 那說不定會有60個 那4K120個一定跑不掉的 對 那會不會出兩台 也是很有可能 GH6S跟GH6 GH5的那種套路 或者是像Canon R5C那種套路一樣 一台有防手震 一台沒有防手震 或是雙原聲可以再高一點 對之類的 那就是我們對Panasonic的猜測 但Canon的話 它已經把規格拉到頂了 Canon我覺得應該很難載 對 因為它又有R3又有R5C 對 它這個 就是公式很猛的 對 它這個公式真的很猛的 除非它想 就是C70的下一代 對 C70大概好像也是2020年初的 是不是 它好像在跟R5R6那一陣子差不多 對那一陣子 對 但C70規格也很猛 像那個 NDE 你最喜歡的NDE 內置NDE DGO Sensor 然後雖然是Super 35的 但是它有動態範圍16檔 非常厲害 它現在又升級可以內入RAW 喔是喔 對 它跟R5C一起升級 R5C一出它就有一個版本更新 就是它現在可以內入RAW 對好 那C70會不會有下一代 不知道 但是 看它們這個TEMPO 感覺應該 也要再出一個 就是 就是攝影機類型的 因為像之前就是 R5出的時候 它就有再出嘛 對啊 所以感覺起來也許是 C80 C90 之類的 可能會是C500的下一代 也有可能是 因為C500也很久沒有認識 那你覺得Sony再來 我覺得Sony 依照這個邏輯來說的話 我覺得A7 A13 要出A7S4 可能有點困難 太快 太快了 那A73也出了 對 A1也出了 A74 A74也出了 然後A1也出了 A1也出了 A1也出了 看起來這TEMPO 應該是要A9 或者是R系列的 A7R 不知道幾這樣子 對 但是 是有聽說它要出一些 比較 再更平價的 全服 什麼A5 什麼A6 那種 聽說是有可能 A7C的二代 對 A7C二代 也是有可能 但它其實它旗艦的這個位置 對 我覺得有點 有點危險 因為你看 A7S3 它是 2020 對 2020出的 對 雖然 我覺得它的TEMPO有點被打亂 因為它應該是2020出A1 嗯 然後 2021出A7S3 嗯 我覺得它應該是這樣子的TEMPO 然後 A7S3可以賣 2021跟 2022 對 可是它變成是2020出了A7S3 那 接下來這兩年 理論上 似乎也可以更新A7S4 可是好像又太快 因為A7S2跟A7S3 大概距離了有四五年吧 嗯 對 可是如果它不出招的話 你看 現在Z9也比它強 然後 TEMPO也比它強 如果怕它Sony又出一個6K 那Sony還怎麼辦 其實 我覺得非常尷尬 因為 你 A7S3的規格 基本上跟FX3 然後FX6 它是一樣的感光眼鏡 對 所以A7S3如果馬上又更新 那另外兩台 那FX3要賣給誰 FX3跟FX6 是不是也要更新 對 它的 其實我覺得也有點尷尬 對 變得很輕 它可能只能動A1這個位置 嗯 或者是平價 它就在自己打自己一下 就是 可以就是說 又比較便宜的 然後規格又很像的 然後去打一些大眾市場 所以 以 大概15萬內的 攝影機王者 搞說要讓給Canon 嗯 大概是這樣子 真的不曉得 是說要出個A1的改版 可是因為 Monitor等其他都 可是A1它又是拍照 強過於錄影 可是對我們來講 錄影會比拍照來的重要 對 所以不曉得說 可是我覺得 A1這種旗艦機種 它不是說一兩年就會去 對 去變動 這麼快的更新 對 有點像是Sony突然把大絕 全部放出來之後 然後想不到Canon還有一個大絕 對 對 所以我就很好奇 到底 Sony要出什麼時候 因為畢竟現在是1月份 你不知道剪出來是幾月份 對 那 到底我真的猜不到 但是如果它接下來要出 我覺得一定是8K 因為畢竟A1已經有8K的基礎 而且A1的8K 照理來說應該是2020以上的 對 那如果是以今年2022的話 那理論上 今年一定要有8K的機種 對 只是 這8K的機種 它到底要放到哪 對 這也是 我真的是猜不出來 A74剛出 不可能出A75 A7S3 要出A7S4也太快 因為畢竟是旗艦機種 對啊 感覺 有點危險 Sony是有點危險 那你覺得今年Nikon 還會再有什麼動作嗎 還是它的產線 全部都拿去賣Z9 聽說Z9 就是 完全掉不到貨 我聽說 真的是賣得很好 就 還要加 加蓋廠房 是不是 聽說它廠房 不對 聽說它廠房不夠做 然後要多 多蓋廠房 我覺得Nikon不用出招了啦 它這一招 真的可以躺滿久了 因為它這 這個規格比 R5C還強耶 嗯 就是它多一個防手震啊 對啊 R5C沒有防手震啊 其實R7 GOOGLE都一樣 對 但是 你不曉得實際拍起來怎樣 因為 Nikon的色彩 跟Canon的色彩是差很多 對 畢竟Canon Z有電影工業 所以說它的顏色 還是以 還是被大家 所謂翻證成 畢竟大家 就是很多人都喜歡Canon的顏色 對啊 那 不能說誰的色彩表現好啦 但是 以喜好程度來說 像我們團隊蠻多攝影師 還是蠻喜歡Canon的顏色 對 如果你不調 任何色彩 原始的顏色 我覺得現在 現在這個 呃 現在這個 拍片的生態就是 你要有拍LOG的思維 但是 它這顏色好不好看 就是你 套還原LUT下去 它是好看的 對 對 就是我們所謂的一次調色 對 我們就是一級調色 就是丟下那個還原LUT 它是好看的 那基本上我們就覺得 這個東西是好看的 對 但是不包含說你二級三級 你又再去加了一些東西上去 那個就不做了 對 所以Canon的LOG還是很厲害的 但 Nikon的就 沒用過不知道 不評論 看是不是Nikon可以寄一台Z9 來跟我們玩一下 對 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Panasonic要加油 對 我自己很喜歡Panasonic的顏色 對 所以也是為什麼我還在用Panasonic的原因 那 你覺得 BJI還會有動作嗎 我覺得它一定會有動作 我覺得 因為畢竟它把那個 哈叔吃下來 對 所以我覺得 理論上它的鏡頭應該不僅急於吃 對 只是我覺得它要克服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自動對焦 對 你說它的Ring 4D 對 那個東西真的是 我覺得那個東西我雖然沒用過 但是我看那個影片真的是 我覺得是很猛的一個東西 但是我直接聯想到的問題 就是鏡頭群 對 因為畢竟那個鏡頭看起來似乎 不是那麼可靠 但是其實它 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的卡口是可以換的 所以你可以裝你的 它是改 它是改裝還是說 就是它 它前面的那個卡 對 它前面的卡可以換 所以它原本是 可以上L口 也可以上RF口 也可以上Sony的E卡 對 所以 可是你就上了 你就要再裝追焦組 對 所以說你的 它好像有一些基本的自動對焦 這我就 你畢竟沒有過 可是我覺得DJI最強的就是 整體的整合 包括APP 那如果 它可以把自動對焦也做上去 然後跟 哈叔的廠 它把這些鏡頭的個格也做上去 我覺得它會是 未來大家 這些鏡頭 這些相機廠商的一個勁敵 好 現在 幾乎 每一家廠商都可以拍弱 只是 方不方便而已 對 那 不管是Z9 R5C 或者是像Sony Panasonic也可以 對 但是外錄 跟Sony一樣 目前都是外錄 對 那你怎麼 你覺得 我們真的需要這個 看起來很像的東西嗎 呃 我自己 對於 肉檔的概念 原本 原本覺得它距離5好遙遠喔 對 我們一定要用電影機才拍得到肉檔 或者是大家要 就是在2021之前 對 你會覺得是一個很 很遙遠的東西 對 那時候就想說 我人生真的可以 拍到用肉檔的機器嗎 然後拍到肉檔會是一個怎麼樣的感覺 但 欸突然間 GH5S更新Porex RAW 然後買了一台S1H 然後買了一台A7S3 也可以拍出來 外錄Porex RAW 一錄下去 哇不得了 那個12B的RAW跟10B跟8B 完全是不一樣的世界 不同等級 對阿你放到一些可以調整 這麼寬廣的廣色域的螢幕下去看 哇嚇死人 那個色彩表現完全不一樣 因為8B是2的8次方 10B是2的10次方 12B是2的12次方 所以它不是只是說多一點 也是多非常多 對你就會看到 你以前沒有在螢幕上面看過的顏色 看到的顏色 你就會覺得哇很特別 但 但 處理起來好麻煩喔 怎麼說 因為 以目前我比較拿得到的RAW 就是Porex RAW 對 但是Porex RAW它其實有一些限制 以目前來講 它是Atomos跟蘋果合作 所以說它要用Atomos外錄機才可以錄 它可能你要出HDMI訊號 然後外面掛一個Atomos的螢幕 然後你才可以錄Porex RAW 那Porex RAW的流量雖然說沒有到很大 但是也不小 所以說你的大概 一場拍下來是幾百G 好以4K60格 用1T的硬碟 它只能拍40幾分鐘 對 1T 4K60格 40幾分鐘 那 燒就這樣燒完了 那回家處理檔案呢 你的Porex RAW 可是Porex RAW 就不需要轉代理對不對 它可以直接錄 它其實對於電腦的壓力是蠻小的 因為它就是因為壓縮的檔案 對 你今天拍4K60格 然後你今天拍一個6K 我現在拿到最好的RAW就是6K的 那可能未來有8K的Porex RAW 那其實對電腦來講也是儲存 然後跟回放也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對它只能夠用Final Cut來解 才會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但當然Premiere也可以解 可是沒有解得那麼棒 畢竟Final Cut是自己蘋果的親兒子 對 那 目前 比較大眾主流的調色軟體 就是你原本的剪接軟體跟 達芬奇不行吧 達芬奇 達芬奇不行 達芬奇不能進Porex RAW 它進去它就是只有一個音訊檔 你看不到畫面 對 所以說其實蠻麻煩的 因為達芬奇跟Atom這兩間都是出螢幕的 然後他們都有螢幕 然後都有自己的RAW 像BRAW Final Cut好像也不能解 這件事情我不太確定 反正就是 這兩間互相不能解 Porex RAW它很香 但是它在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個人覺得這個時候才用得到 因為像是你對於你的Cole背景有特別要求的 像你要去背 或者是你要有大幅度的調色 那你有非常多的 你的甲方給你特別多的錢 對 錢再來決定你要 單列給的錢特別多 拍什麼樣的格式 或者是你覺得說你今天這一場 要想要 當你人生的代表作 一輩子就等這一顆 你可能就要用比較好的畫質來拍 那我會推薦你拍RAW 因為你回家才可以做很多調色 那當然你的前期 要也要拍到 拍RAW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嗎 比較好的檔案 但 是要拍稍微曝光是要正確一點 還是要過譜一點 我個人認為拍RAW這件事情就是 因為它是 它是一個比較相對於沒有經過相機處理的一些檔案資訊 一些數據 所以說你在某些相機機內的修正 在RAW上面都不會顯示 當你今天有美肌功能 你的RAW就不會顯示 你有鏡頭校正 你拍RAW也不會顯示 那我還是要美肌功能 我不要 對 因為小姐姐不會跟你講RAW看起來好漂亮 她只有看到美肌功能 她才會講到 對 你的畫面很漂亮 我還是要美肌 所以RAW這個東西 它其實 還是要視你的內容而定 所以 拍RAW你說 要不要拍的量還是什麼 我個人覺得是不用 因為它其實 就是跟你原本用相機的方式來用 這樣子就好 它只是 某一種編碼 你要怎麼樣寫 你回家要怎麼解 大概是這樣子 那你到底有多長會拍RAW 就是假設以十場案子來說的話 好 我其實是一個 我會看場合 就是去切換 可能某幾卡 對 因為 假如說我自己在拍攝一些 沒有那麼高預算的案子的時候呢 我前面可能都是拍Progress 因為它的存儲壓力沒那麼大 那它後期也比較好處理 那當我遇到一些比較複雜的場景 可能是夕陽或是高反差 或者是一些顏色比較混亂的時候 我會覺得 這個地方的色溫我不太確定 我到底 或者是色溫變得很快 對 我這邊色溫是要冷的還是暖的 那回去再決定 我想要回家再決定 或者是我想要做更多的處理的時候 我可能才會切成Progress Rope 那這個時候拍這樣子 那回家我可能還有機會可以補救 因為Progress Rope它其實可以在 或者是你 其實你任何Rope都可以在調色軟體裡面 決定你的色溫 然後你的高光修復 跟你的 ISO 就是其實這個東西 就是 很酷的 肉的賣點 對 所以說我可能 會看場合用 會看場合用 又或者是今天 這個案子 它可能會 需要特別多調色 那 可能會外包給調色師 那我就不用管啦 剪接也不是我剪 調色也不是我調 那我們就拍一個比較好的格式 然後給 讓別人通過 對 給外面弄這樣子 但是我還是不建議你今天外包給調色師 你拍Progress Rope 因為 其實Progress Rope 還 我不太確定有沒有到工業的標準 不曉得 因為 以工業標準 工業流程來講 還是Progress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通常會 從Progress Rope 轉成Progress 然後是444 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你轉成Progress之後呢 然後再來去剪接啊 然後再來去調色 不然其實Progress Rope 蠻麻煩的 蠻難用的 對 好啊其實一直講到剪接 就是以你現在的工作流程 你大概會推薦給大家的剪接軟體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現在剪接軟體不就 還有什麼好推 不就Finalcard嗎 Finalcard Premier Premier Premier不是調聲音的軟體嗎 Premier是上字幕的軟體 Premier是上字幕的軟體 因為Premier現在就有那個啊 就是神秘的小精靈會幫你上字 就是 我們現在就把Premier來上字幕 然後調聲音 就我們覺得 其實現在好像是很多的軟體一起用對不對 對 像我自己就是Finalcard剪接 然後Premier上字幕 然後打分其調色 打分其調色 對那其實 Premier自從有那個 上字幕的功能之後 還有自動聲音就是平衡 這樣你知道嗎 對那個完全 我們完全不用再聽打了耶 就讓他跑一次三分鐘給他跑一次 然後我就校對一次 結束 超厲害耶 真的是很棒 那Finalcard為什麼我們選Finalcard 其實是因為 以目前的蘋果的效能來講喔 你在M1 Pro跟M1 Max以下 那Finalcard的表現 真的是非常厲害 無敵手 因為我們這次正好用A1拍了一些8K 我們在Finalcard上面 我們可以疊八成 然後我把它丟到Premier 好像只能 三軌吧 對 三軌就頓了 8K 如果不 不賺檔的話 大概三軌就頓了 所以這就是 親兒子跟 外面想要認出歸重的差別 也不是 我覺得是 Apple這次用的晶片 真的就是 你用Finalcard幾乎打拼天下無敵手 應該是可以 往後推五年的規格 應該是沒有任何問題 我也相信 Finalcard其實入手 蠻簡單的 它也是一次買斷 一次買斷 裡面還要每個月交保護費 每個月交錢這樣 跟流氓一樣 真的是 我們也是乖乖的腳 對 沒辦法要用 就是小經理幫你上支木的東西 我們還是會乖乖的腳錢 這個功能還是蠻香的 對阿 那我覺得 我們今年 預測的好像差不多 對啊 做了蠻多事情 用了蠻多器材 對 你覺得 你覺得 2022年 你最想要 看到哪一家廠商 出一台很厲害的機子 然後你想要用它 其實我覺得 以我們現在婚禮的狀態來說 它出一個8K 對我來講是個負擔 對 因為 你要我用8K去剪輯婚禮 然後 就是在出檔的時候 只能出720P 就是你也怕飯店播不動嘛 對 因為現在飯店大部分1080極限 1080極限 有的飯店我只敢出720P 對 但其實快點快播這東西 它就是一個很 一翻兩正眼 你自己做的好 沒用 對 你的播放端非常重要 就是螢幕啊 或者是喇叭啊 你都一定要到達一定的規格 才有辦法 所以 你個人認為 現在的規格已經很好了 其實我覺得A7S3規格已經很好了 對 那 8K 當然像 但是它還很難成為主力 對 因為你成為主力 對於儲存設備啊 或者是剪輯啊 真的 就真的就是蠻大的分別 就像我們剛剛聊到8K如果 它很像 但是問題是 你真的很難每一次都用它 因為你回來 你要調色溫 你要調ISO 明明拍攝前你都可以全部調好 結果你現在變成是你回家之後 還要再去做這件事情 對 對 就是在後期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對 所以我覺得 在拍攝的這個方面 我覺得已經有很大的進步 對 我個人覺得 也許是電子穩定器吧 嗯 我覺得電子穩定器它 它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對 就是它整合 比如說追焦 整合圖傳 就是DDI做得很好 對 但是它還不到完美的階段 我覺得完美就像是 Apple的M1晶片 對 M1 Max Pro 你一出來 你就知道說 我這五年 我都不需要再去想 要不要換電腦 對 可是 我覺得現在電子穩定器 還沒有到這種完美 完美的一個階段 我沒有聞過它的4D 尤其它的4D很不錯 但是它不能上其他機器 對 如果它上面那個雲台 那可以拔下來 然後把相機掛上去多好 你看你現在的DJI的那個RS 那是RS 對 你還要試一下外貨很多東西 對 而且你要去思考說 我要夾什麼 我要配什麼什麼 有的要配鐵頭 然後這個要轉這個 然後這電子要這樣插 雖然它給你一些空間 去可以自己組裝樂趣 可是那也代表說 其實它還不是一個完美的機器 對 所以我覺得 在電子穩定器方面 可能 不管是像是 智雲啊 或者是DJI 我覺得這兩大品牌 我希望它可以有一些什麼特別的東西 雖然智雲去年才做一次更新嘛 對啊 那個還沒測試過 我覺得如果它可以整合 比如說螢幕 然後追焦組 然後圖傳系統 然後全部整合在一起 然後就東西都變得很小 對 然後電池是它可以插吧 然後它可以直接供電給螢幕 然後追焦組 然後 視訊回傳系統 對 然後讓它輕量化 就可以拿 比較久 然後也許 你這樣子摳就可以直接追焦 比如說4D下放 對 我覺得是4D下放 因為這些功能是4D的啊 對 但是如果可以4D下放 然後我們就可以上我們自己的機器 然後同時擁有這些功能 那我們今天就是我們為 可以展望我們2022 以及回顧我們2021做過的一些 有趣的東西跟我們喜歡的一些器材 那我們現在頻道雖然人數還沒有很多 但是我們很努力的 就是把我們知道的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大家對於什麼器材有興趣 或者是對什麼樣的主題比較感興趣 那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會盡可能的滿足大家需求 在我們有限的時間裡面 那祝大家新年快樂 Yeah 掰掰 欸你說新年快樂就代表我 新年前要剪出來 不是新年前要剪出來嗎 好啦 你說修一下就上 不是 不是毀滅了小黑人 打完字幕就上了吧 小黑人說你那多發行 製作出力 它就夠了 叫包裝 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